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您这个美食 在背后有一段故事哦 这是一位曾经年薪百万的科技业 转行做面包 在很多人眼里 老板黄俊杰是个傻子 而且他做的是好功又费时的 柴烧摇烤面包 这里头不用人工添加物 连里头小麦都坚持 要自己磨成全麦面粉 他说他想做出 令人安心吃的健康面包 过程当中 当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他始终坚持要走对的路 做面包我有问题的坚持 就是坚持不加添加物 那你怎么样不添加添加物 就把面包做得很松安很好吃 那摇烤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因为我说摇烤它 碰烤水一转 它可以包得比较多水分 那我不敢说我的面包多好吃 但是我敢说我的面包非常健康 坚持要做健康面包 黄俊杰想到的是一个自找麻烦的方法 他无意中看见 法国百年面包店柴烧摇烤面包的影片 很感兴趣 因此他决定自己盖砖摇烧柴烤面包 比起一般用烤箱 他花的时间比别人多 产量却比别人少 电烤箱跟柴烧摇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说在于加热的方式 电烤箱它其实是利用加热管 面包摇它其实是利用那个砖块它的余温 那砖块余温它所散发出来的 其实它是一种比较破产比较短的远红外线 然后花比较短的时间 就可以把面包把东西烤熟这样子 用耐烧的香似木生火 砖摇温度高达四五百度 但烤面包却只需要两百多度 黄俊杰还得来回量温度 花时间等待火席降温 温度上升跟下降 其实都有时间限制 那我们如果错过那个时间的话 我们要生第二次火就来不及了 因为刚好又会错过面包发酵的时间 对 所以我们时间是一关开一关 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 客人早上看到我们在做面包 哇 跟打仗一样乒乒乓乓的 对 调整温度的同时 还要做面包已经分身乏术 黄俊杰居然连全麦面粉 都坚持自己磨小麦制作 如果吃的东西吧 这样往那个源头去发展 就是尽量全制程 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 那其实自己磨小麦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 保留全果物的营养这样子 对 那因为它磨出来的 小麦配芽其实是比较新鲜的 加入30%的全麦面粉 黄俊杰的面包麦香特别浓厚 那我们都会加这个老面 进去面团里面一起打 我从一开始学做面包 我就从来就没有用不改的一切 对 就是用最简单 最原始的方法去做面包这样子 对 就是比较慢 但是慢工出细活嘛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像我这样一天生产 了不起生产 大概就是生产一百多个面包而已 对 要多做也没办法 种植不重量 它的面团含水量也比较高 特别柔软 亚洲人种的拓线分泌 那个构造跟欧洲人不太一样 欧洲人它的拓线分泌比较旺盛 那他们口水比较多 所以他们可以吃比较硬的面包 那我们因为亚洲人口水比较少 我们比较偏好松软的面包 要松软的话其实它有很多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加那个就是氢化油 就是然后再来就是加奶油 就是油脂类加多一点 但是油脂类跟糖类加多的话 其实对你身体的负担来讲 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那基本上我们是 我们是想说再怎样还是要吃得健康 所以就是坚持不加这些东西 这样子 物质面包要健康 连包进的馅料都很讲究 它选用有机的金石地瓜 成本比一般地瓜贵两到三倍 其实它是日本平衡地瓜 然后它吃起来就是有栗子的香味 这样子 刚好有这么好的东西 可以分享给消费者 当然就是要拿最好的东西 给消费者 对 我们卖东西要折热的 现在送面包进窑烤 黄俊杰不用再胆战心惊了 因为当初试作 光是砖窑就烧垮了三次 大家知道热的东西 它其实受热会膨胀 那它膨胀的话 它里面的结构 整个一个不对的话 它失去它原本的支撑力道 它就整个就是垮掉 那时候其实不会想到新成人 想到说 下次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能就可以了 那时候一直就想说 一定可以 对啊 不怕失败总算烤出完美面包 吃来有淡淡麦香的 有机亚麻子地瓜 口感比一般欧式面包柔软 地瓜绵密甜香 吃多也不会口干 咬起来很Q 然后觉得很天然 有那个麦子的香气 对 所以我们家自从买了以后 就会就一直对 常客对对 几乎每一周都会来买对 费工耗食的咬烤面包 能够受到客人喜欢 是黄俊杰用时间换来的肯定 四年前 他原本从事半导体设备销售 年薪百万 但因为兴趣想转行做面包 身边亲朋好友 确实一面倒得不看好 毕竟它是一个门外行 那你要重新进入一个行业 它有一定的门槃 那进入这个行业 你要做的习惯 而且这个工作温度算蛮高的 很多人会撑不住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反对 对 然后觉得玩完可以啦 拿一张饭吃 真的是可能脱口坏掉 不管啊 我就照做我的 没有什么说服不说服的问题 所以我全家人都是 想做面包的决心很坚定 开始摸索研发的第一年 他只能利用下班后的空闲时间 自己上网看书钻研 他一心一意投入以后 几乎有大概两年的时间 他没有假日 他没有休息 做这个他非常坚实 然后是我看过他 他从小以来对这个行业 最坚持的一次 被儿子的努力打动 黄爸爸甚至到店里帮忙 决定当儿子最坚强的后盾 觉得人生就是不断尝试 你没有吃过 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是你要 什么是不要 他带给我的收购 远大于我所失去了 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 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公培 去呈现面包 要用健康的方式呈现面包 黄俊杰还亲自烤果干 光烘烤时间就长达18个小时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就是 自己的水果会烘 虽然会花很多时间 但是你可以自己掌控品质 所以我们都在 平均大概一两个小时 我们都会打开机器 会翻面这样子 所以晚上睡觉睡到一半 都要升到从气床来翻面 对啊 水果种类还会因季节改变 夏天的凤梨与脆口核桃配对 吃来有天然酸香 香甜苹果搭配浓郁的 澳洲cream cheese 微微的酸度均衡苹果干的甜 黄俊杰的面包外观看来 朴实无华 不走花俏路线 实际吃一口 感动会涌上心头 就是没有那种很多 化学添加剂的味道 是有麦和香的那种口感 而且它里面加的料都非常实在 其实我平常不喜欢吃面包 可是自从吃过他们家面包之后 我才对面包有新的诠释 怎么说 因为他们家的面包就比较天然 总是弯着身子低头做面包 黄俊杰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他只专注于自己踏出的每一个步伐 再次抬头 最困难的路途 已经远远在身后